過去有很長的時間 在禮拜是臺灣社會不可以說的事 隨著政府致歉的態度和確立 把不再是禁忌 也不再是仇恨的根源 過去幾年 我們推動轉型正義 因為我們相信 既的歷史 反省過去 這不僅僅是為了不要重蹈覆策 更是要為團結社會 鞏固民主 讓臺灣不斷進步 轉型正義的工作 必須要繼續 我要利用今天的場合 宣示三個原則 第一 促展會所優先要用的政治檔案中 已經解密並且移轉檔案局的部分 包括臨災血案 沈溫沈命案 要以最大開放 最小限制的原則 來開放給社會大眾越來跟運用 第二 國安局已經向我報告 為了配合促展會的調查工作 半年來加速進行政治檔案的解密作業 我也要求對現階段配合促展會調查 受到徵集選定的政治檔案 除了極少數依法還不能解密的檔案 國安局要在一個月內完成解密的工作 第三 我們也會持續推動人權教育 過去幾年國家人權國務館的貢獻有目共睹 這星期 促展會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 也已經上線 未來 天才院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以後 也會做到更多的把關 讓人權的觀念可以在臺灣更加的落實 時間也一定應證明 一個願意面對歷史 追尋社會中向的社會 並不會因此而分裂 相反 正因為勇於面對過去的錯誤 我們民主才會更鞏固 社會也會更多元自由 如果我們都相信 越多的真相 越能鞏固民主 越能保衛自由 那麼我們就不能辜負過去一代又一代的前輩 用生命爭取自由 用血淚追逐民主的決心 最後 我們應當共同審視極權政治 帶給人民的不幸 審視自由民主必須捍衛與珍惜 228的悲劇不應該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發生 無望228 無望人民對反抗維權 爭取自由民主最深的願望 謝謝 謝謝大家